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后面安装这个硅胶缓冲管 每一个楼栓上面都要安装一个 然后是在每一个楼栓上面安装垫片 接下来是楼帽 注意这个楼帽在安装的时候 是要把它的法兰面朝下 压住这个底下的垫片和这个硅胶缓冲管 OK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帕特的这个大灯总成的进光灯 给改成了这种一体化的掀气灯加上后镜 然后因为我这个里面的这个仙气灯 选择的是一个5500K的一个色温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偏白的颜色 那么进光灯如果偏白的话 那么远光灯我的建议就是选一个比较黄一点的颜色 就是色温稍微低一点的3600K或者4000K左右的 这样白黄搭配不管是下雨天还是晴天 晚上都会特别的清晰 所以我就准备把这个远光灯恢复成 它原厂这个卤素灯泡 也就是这个HE的灯泡 直接这样从后面插进去就可以了 恢复原厂灯泡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OK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老帕萨特的进光灯 升级成了后镜 加上仙气灯的组合 把远光灯重新恢复到了原车的卤素灯泡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着急着 立刻把它密封 然后安装上车 因为在下期的节目中 我会对这个升级好的大灯做一个校准 这也是很多老哥在车灯升级时 被忽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如果你不想错过这车灯升级的关键一步 那么请关注撸车师兄 下周三我们会继续这辆老帕萨特的车灯升级之路 如果这期视频能够帮助你解决一些车灯升级方面的困惑 那么请把它转发分享给你的朋友